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8月16日,今天要說誰呢? 說林夕和羅冠聰,事情是這樣的,林夕每個人都知道,不用說誰了 他都算很多70後80後的那些回憶,因為他都算是新一代那些作詞人 以前你說的就是黃占,搞錯了一點,他們這些應該叫田詞人,就未必是作詞人 黃占就很出名,還有那些盧國占,鄭國剛,林振強,黎小田 這些都是很多舊曲的那些田詞人,都算是香港最美麗的歲月裏面 經歷過那些歲月的一些田詞人,即是有一句很不合聽的 那些叫什麼?沒有眼屎乾淨蠻,因為黃占那些一早就走了 不用見到這些粒粒亂的歲月 但是你也可以說,在現在這個歲月裏面,向好的方面看,可能叫適逢其會 那整件事就是說,這裡,香港作詞人林夕,改了歌之後,就贈送給這個羅冠聰 羅冠聰大家都認識,他是有民意授權的一個代表來的 之前是當選過議員,但是就被人DQ了 DQ這件事就是人酒茶梁振英發明的妙品 他第一天搞,你已經知道他跟白俄司那些差不多了 已經是完全損害選舉正義的一件事 還蠻無理,徹底違反了基本法 只不過當日沒有人吵他 因為這件事是完全剝奪了一個很普通的香港公民 那種叫做參選資格 香港人與生俱來就是有這個被選權,也有這個投票權 就這麼簡單,基本法寫明的 那當然啦,國安法有凌駕性的 那於是,原來可以涉及這樣的東西下去的時候 那其實沒什麼可以說的了 因為基本法太厚了 那先說回這件事,那就是 竟然出動到央視 但是其實央視就只有 我不知道,就是中國裏面那些人看央視 外面那些就不知道 還是有人會按著電視機看央視的 沒什麼事你都不要碰他那些 那又奇怪的,因為央視在說一些 香港人的東西各樣的時候 那當然啦,他想凝聚國裏面的 那些叫做五毒合流 那就用這件事去營結那種大一統的思維 就是央視的作用就是這件事 他跟西太后當日在不斷重申 這個大清帝國的老祖宗沒有什麼分別的 每天都在說大清帝國的老祖宗 交個乾山到我們的手上 那又說回魯爾哈赤的正統性 然後就說鐵帽子王多爾菌怎樣入關 再說康翁乾的盛世 播了二百多年,播到羊務運動 都繼續播播播播播播 直至被人剪電線綱為止 那央視的批評就是 就是說林夕怎樣跟這個港獨 那就混合一堆 那可以這樣說 在這個國安法實施之前 羅冠聰並不是港獨分子來的 還沒點名的 那另外呢,最近他就有一個叫做通緝令各樣的 那去通緝這個羅冠聰 那證明他當初走得對 那所以除了有這個叫做有罪推定之外 你還要有些什麼呢?就是有罪猜測 就是你猜到自己有罪的時候 你也很猜的、有這件事的啊 那因為呢,羅冠聰 很明顯,被人人以言入罪的啦 為什麼呢? 他不是絕對沒有參加過任何的暴力行為的 那他無緣無故僭建了法律出來的時候 就沒得說了 那有些人就在這裡說 如果你出到國外啊 那些人物的時候 那他們的政治能量一定是低了啊 那樣諸如此類 那我不同意這一點的 即是你讲八九年那时候之后 但其实我觉得他们主要原因就是因为 那时候八九年的时候那些人不是齐乐他们 只不过他们的英文程度就真的差一点点 而且一直以来都没有什么跟外界接轨 不是很清楚 即是你虽然乒乓球外交 你看到岩士唐讯上交那些东西 我想那时候都不是太封闭的 但始终他跟外界来讲是有个距离的 那结果你去到外国的时候都是人生路不熟的 再加上经济的实力他们又不是很稳健 还有没有什么传统那种叫做文明的基因 即是没有受到一种叫做民主思维的陶冶 所以出去的时候都是没什么大用的 但是你现在可以看到的 你香港来讲主流的媒体 你港台访问罗冠聪 你都收了声落了假 自己阉割自己是不是这么说 不过他又不是想的 即如果你以人法当港台是一个客体 这样去看的时候 即是你觉得他是活生生的 有血有泪的一个人 那你就很不齿他的行为 但是当你知道人事任命 批领价 各样东西的时候 都不是你可以说是的话 即是你叫做有个梁家荣 撑到两嘴已经算很好的了 但是很明显 你见到言论自由是逐渐失去的 那这点你是要很清楚的 有些人就说不是呀 你都还可以说话 但是你要明白 言论自由这件事呢 就只会是逐步丧失的 即是都有程度之分的嘛 你不要说 即是你只要有少少影响力可言 那他已经又拉又所有砌了嘛 就好像有两名的神父啊 还是牧师 好像是牧师来的 那最近呢 就因为压力的关系啦 又不是人身安全的 人身安全都有机会的 那所以他们已经离开了的了 那你见到那个压力是些什么咯 即是作为一个神职人员 你都知道啦 你不要说管浩明那些那些 那些迟早变海底撈的啦 那但是呀 一个正正常常的牧师 你都是讲着 怎样去奉献自己给这个神明的而已嘛 那既然是这样 你很多时候 当然啦 即是不会因为一个人有宗教的信仰的 他说是就是的嘛 即是你需要知道哦 有些要拿认证的神父啊 那基本上 因为我没听过要chartar这件事的哦 那他其实在信什么呢 你值得问一下他哦 就很应景的 无怪乎出了一只只的制弓 什么叫制弓呢 即是酒欲穿长过 佛祖心中流嘛 那说回罗冠聪先 那他出到去的时候 那他会好一点点的 如果你看回刘康啊 黄台仰那些 其实他们是 还没站稳住脚的 那很简单 即是首先 他们落户的地点先啦 我不知道刘康去了哪 那但是呢 黄台仰在德国就人尽皆知的啦 那他都不是很熟悉当地的语言啦 那所以你走了过去 虽然就说有政治庇护而已 那但是呢 你语言上面 始终都是有点隔阂 那和经济条件上 可能暂时来说呢 他都未能够充分 善用这个网络上的资源啦 那罗冠聪就很不同的一个来的 就是他是 你识得去到英国的时候 自由发挥啊嘛 以林直来说呢 那我想他 应该都不会回香港的了哦 就是因为危险啊嘛 是不是这么说啊 嘩 最央视点名 你还不危险 那所以他在台湾的时候呢 那就稳稳阵阵的啦 那所以其实我觉得呢 你在外面那些人呢 都叫做可以自由自在 有言论自由 说多些自己相信的事情 然后免受言论遭受威吓的威胁啊嘛 就是这种叫做免受恐惧的威胁啊 这些才是言论自由的真正奥义啊嘛 那所以他们其实在外国的时候呢 我觉得反而说那些东西呢 就更加有参考价值 那一来啊 他们很反映到外国那边那个民情啦 二来就是啊 他们说话的时候都不用就住就住啦 那当然啦 就是你讲实力红厚 又有点钱的 出到外国又有点人物的 说的东西就更加有参考性啦 那但是罗冠聪的身份就特别一点的 因为他是有mandate的嘛 就是你之前呢 选港岛区的时候 他是其中一个议员来的嘛 所以那些呢 啊这样的议员 你与其想着入林立会的时候 你不如想想会不会 去第二道发展更好吧啦 那当然啦 我不知道的哦 他们可能香港都有业务 还是他全职就是个议员 就是份量的奶粉钱来的 那你没得勉强他的 那如果不是的话 可能去外国发展更好啦 你留在香港也是做花瓶的 甚至乎花瓶都不是啦 那然后啦 央视就在那里问一句哦 他说什么呀 成功的作词人林夕 这句已经政治不正确啦 原来你点名的时候呢 你就界定他为一个成功的作词人了哦 就是至少他都不会抹黑林夕 就是可能抹不黑啦 我不知道哦 那跟着央视讲的那些东西呢 基本上和弯弯快点回家罢 那些是差不多的东西来的 所以都没什么好评论 那还有啊 你是怪林夕走去台湾吗 哇大佬 第一样东西你就封杀那些艺人先啦 那林夕啊 黄秋生那些 被你在那里经济封杀的时候有什么计啊 啊 那唯有去台湾的而已 那你说不是哦 只要他们改过自身的就可以了 是不是啊 啊 谭耀宗在那里说那些泛民只要乖乖的那就OK的啦 就是嫌你做鸡的服务都没够啊 啊 还要整多两尾 要你站就站 要你坐就坐 这些就是家婆的心态啦 那但是不要说谭耀宗先 就是澳洲啊 她的儿子在澳洲有殖那个啊 好心拒啦 是我啊 就拿本没展过的passport 消费了他 说他这些人 其身不正 怎样可以做到这些 这样的人大政协的啊 就是证明都没什么选过的 倒不如看一下林直怎么说 就是林直呢 说的那样东西就是啊 香港人本来是无心追求港独 但是过去一年呢 在这个政权不断的挑拨和迫白之下呢 就变了很多人上街哭的口号 但是港人从来都只是说话的而已 就不会有一些实质的动作出来的 而面对中国官媒的批评呢 林直就说了 啊 就不会回香港的了 甘心被迫害的 不过他又表示了 会继续发声的 因为追求自由无罪 那他说这句很忠衡啊 就是香港人你当他吃饱饭没吃饿 哪个有空跟你搞港独啊 就是香港人是很简单的 只要有钱找就行了 那和你问七百多万个香港人 就算是蓝丝啊 他都不相信有人搞港独啦 浪漫 不过不是的 那些什么 可能有宣传目的啦 那他会在那里说 哎呀他们是赤裸裸在那里搞港独啊 诸如此类那些东西 喂你读得来 你会找些领袖出来的嘛 你会成立一些组织的嘛 那结果啊 他找也都找不到那些领袖 找也都找不到哪个是罪魁和首 那就是山安八造 啊整个天地无敌宇宙大发出来 无怪乎又真是应景啦 啊最近呢 你以为既安唱歌唱得差吗 他又弄多个多拉AV梦尼探 就是似乎听难听的歌曲呢 都没算是最恶顶啊 再给你一些恶疼一点的东西 那没事的 哼 他搞着搞着玩自己的嘛 但是呢 你看到的了 现在香港来说呢 你连一份苹果日报你都用不下的 你连头条日报你都用不下的 就是这些就叫小器咯 那么小器的时候呢 香港的各大媒体各样 你说可信性有多高了 所以未来呢 你又唯有继续去看下有些什么媒体是可信的 有些什么人在外国说话是比较可靠的 那就多些支持啦 是啊 就是我觉得 外国说的东西 因为他至少没有一个言论审查嘛 so far啦 就是他都没叫做颠道 可以周围任意抓人的 你没见他销报馆先啦 是不是 那都叫做更可信啦 啊 都不会叫做有些什么传媒认证那些东西 搞些什么好苹果坏苹果那些 他一搞你就知道的了 当一个社会剩下一把声音的时候呢 可以跟你说 这个社会就一定是 哦 认了特朗普说那句 是哦 为什么啊 哇 大哥 一只股票 我只是跟你说好那面哦 到你虚钱那时候 你找哪个一倍啊 命是自己的 钱是自己的 就这么简单 那所以呢 保持资讯透明 那就最重要 那香港人都很现实的 那么问题就是 喂大哥啊 你做那些丐帮的生意是没有钱赚的嘛 哪里有钱就落户哪里的啦 从来香港人都只不过是赚钱的 那但是 如果你是吃光社会上面的一大堆资源的 那然后你令到个社会是了无生机的 不是因为他的能力上赚不到钱哦 是因为他关系上赚不到钱哦 你在这里制造一个又一个的特权阶级 民生就凋毙啊 搞到那些食肆呢 执得的就执执得的就执 还要政治化所有的事情 那赚不到钱的时候啊 很多香港人就会执的啦 那你见到其实你都不需要等BNO这件事啊 过往来讲啊 即使多艰难都好都有人走去移民的 这个就是梁慧王说的东西咯 万子梁慧王篇讲过了 河东有难啊 就移民于河西 河西有难就移民于河东 但是为什么啊 论国之闻不加小 寡人之闻不加多呢 就是他以为自己做了很多东西 其实呢 他只不过是搬来搬去而已嘛 那些人 那个问题就是你都没有正视过萌生 你都没有看出过那些老百姓的生活 那你就压屎啦 啊 又真的哦 好像说最近呢 他又真的放了很多心机下去研究压屎身上哦 即是环保啊这些 哇搞到现在好像说 这些猪屎都可以呢 循环再用啊 怪不得有那个底气在那里讲内循环啦 啊他又不是无的放弃的哦 这点要赚一赚他 哼 那还有啊 现在都不用 只是等香港人呢 去双叉你啦 哇大佬 人家印度那边 哇 多恶啊 现在 直接把希特拉像都摆了出来 即是掌在呢 国内那些人呢 不懂看印度文的而已 哇 如果不是 见到这种东西 他们可能都问了 这种什么来的喂 但是呢 我又好 好奇的 都想知道一下 如果国内啊 你抽几个人问一下 他们到底知不知道希特拉是谁呢 啊 这个好问题哦 就算知道的时候 即是你不知道的嘛 他国内那些历史科啊 那个细史的课程 会怎样教他们呢 是不是啊 但是我想他们都没那么多时间学习的了 因为据民的课程呢 好像就是9点钟就去恨美国 11点呢就恨英国 1点呢就恨日本 每隔两个钟就找个国家来恨 恨完就落堂 那我就有句想问了 即是他们学什么鬼的呢 很乖乎有人说 即是中国人超能力是第一的 你还不是训练念力 这个课程都挺赚鬼的 好 今天讲到这里